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设计地震率跟设计反应谱有关系 这个反应谱理论上应该是周期跟阻尼比的函数 因为我们订定设计反应谱的时候 我们把阻尼比设定为5% 换言之设计反应谱是以阻尼比5%当作基准 在真实的结构它的阻尼很可能不是5% 譬如说钢筋混凝土因为它会开裂 我们在设计地震之下它很可能真的是5% 对于钢构来讲的话 它很可能比较没有像混凝土这样开裂的情况 它的阻尼比很可能会低于5% 再来的话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加装了一些damp 一些阻尼器 阻尼器加装之后它的阻尼比就会提升了 那就有可能这个会高于5% 总的来说阻尼比有可能会低于5% 也有可能高于5% 那当阻尼比低于5%或高于5%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做一些阻尼的修正系数 然后这个修正系数就可以拿来修正设计反应谱 那当这个设计反应谱修正过之后 那我们的设计地震率也可以做进一步的修正这样子 好在之前的单元呢我们就有讲过了 这个有关这个结构的阻尼 那结构的阻尼呢可以消散地震传入的那个能量这样 那如果说阻尼越高那消散能量就越多了 那结构的反应呢就会越小 那结构的反应越小 那当然是包括它的那个绝对加速度越小 那绝对加速度越小的话 那么它的那个惯性率就越小 那地震率呢就会越低这样子 那我们是呢这个整个设计反应谱呢 是用5个%阻尼比5个%啊 来当做是个基准的 那如果说结构的阻尼比是不同于5个% 那当然是有可能太比较低 有可能就比较高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个短周期的那个结构啊 那个地震率啊就修正为啊这个Bs分之1这样子 那说这个Bs啊就是短周期的阻尼修正系数这样子 然后这个长周期的那个结构 那这个地震率呢就修正为啊B1分之1这样 那这个B1的话就是长周期的阻尼修正系数这样子 那么我们用了这个修正系数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修正啊这个设计反应谱 那这个设计反应谱修正了之后呢 那连带啊这个地震率啊也会做一个修正这样 那这个部分啊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啊 第三点二节啊就有这个提到这样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 那我们从这个耐震设计规范那个表3.1啊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阻尼的那个修正系数 那有这个Bs跟这个B1 那这个s呢是代表这个短周期的 1就是1秒周期 那我们这个用1秒周期啊 作为这个中长周期的那个代表这样子 那我们首先看这个5个percent 那5个percent的时候呢这个Bs是等于1 B1也等于1 那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地震率啊是修正是Bs分之1 那长周期的那个地震率修正系数呢是B1分之1这样 那就是说当这个阻尼比是5个percent的时候呢 Bs是等于1.00 B1也是等于1.00 那就是说我们不会对它的那个设计反应谱 或者说甚至它的那个设计地震率 做任何的那个修正这样 那因为我们是用5个percent为这个基准这样 那我们再看这个 当这个阻尼比是小于2个percent 那我们这个Bs呢就是0.8了 那B1也是0.8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修正这个地震率呢用Bs分之1 那Bs分之1呢就大于1了 那B1分之1呢也大于1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的设计地震率呢就会提高了这样子 好那我们再以这个10个percent为低 那10个percent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Bs呢是等于1.33 那这个短周期啊 短周期啊 短周期结构啊 它的那个地震率修正系数呢 就用Bs分之1 那这个Bs分之1呢就会小于1了 那就是说我们用比较小这个地震呢 来做这个设计了 那这个B1呢是1.25 那这个B1分之1呢就会等于0.8 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地震呢 在做这个设计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用5个percent当个基准 那如果这个结构啊 的那个阻力比低5个percent的话 这个Bs跟这个B1都小于1 那就是说我们会放大我们的设计地震 或许说放大我们的设计反应谱这样 当这个结构的阻力比大于5个percent 那我们会发现说这个Bs跟这个B1啊 都大于1 那就是说我们的设计反应谱也好 我们的设计地震也好 因为是Bs分之1 还有B1分之1作为一个修正的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设计地震也好 设计反应谱也好 就会变小了这样 那我们看说这个阻力比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我们说说我们从10个percent 20个percent 30个percent 40个percent到50个percent 那这个Bs呢就会越来越大 同样的B1就会越来越大这样 那当然B1分之1就会越来越小 B1分之1就会越来越小 那就是说我们的地震力啊 折减的就越多了这样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只定了小于5个percent 5个percent 10个percent 20个percent 30个percent 40个percent 50个percent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阻力比啊 在这个介于两个值之间的话 那我们是采取啊线性的内差 来求这个Bs跟这个B1这样 那有了这个Bs跟B1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修正啊这个设计反应谱 好 那我们是用这个阻力比5个percent啊 来定定我们这个设计反应谱 当作是个基准这样 那 那这个短周期 还有长周期的那个阻力修正系数呢 这个Bs跟B1呢就是1 那地震力就不做任何的调整这样 那因为我们的整个设计反应谱呢 是用5个percent来做一个基准的 那如果阻力比刚好是5个percent的话 那我们这个Bs跟B1呢都等于1 那地震力就不需要做任何这个调整这样 那当这个阻力比低于5个percent 比如说是2个percent或3个percent 那这个短周期和长周期的那个结构的阻力比修正系数呢 Bs跟B1呢就会小于1了 那因为我们是用Bs分之1 和B1的导数啊来做这个地震力的那个调整 那这个地震力呢就会放大 那就是说当Bs跟B1啊小于1的时候呢 那地震力就是会放大这样 那当阻力比越低的话 那这个Bs跟B1呢就会越小 那越小呢都是地震力就放大 就幅度啊就会越大这样 那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结构的那个阻力比呢高于5个percent 那这个阻力的修正系数啊 这个Bs跟B1呢就会大于1 那它的导数就会小于1 那地震力呢就做一个折减的那个动作这样 那一样的当这个阻力比越高 Bs跟B1就越大 它的导数就越小 那么它这个地震力的折减的幅度呢就会越大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说这个 如果是结构是5个percent的 结构的阻力比是5个percent的 那我们看说这个设计反应符长得怎么样这样 那我们之后呢再看说如果说这个阻力比啊 是不同于这个5个percent 那么它的设计反应符啊应该要怎么做一个调整这样 所以首先呢我们看这个5个percent为基准 那我们看这个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地盘 它的那个设计反应符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这个之前我们就看过了 那这个反应符呢就是分成这个四段这样子 那这个四段的话就是直线的上升段 那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个是一个跟tier成一个线性的关系这样 然后第二段的话就是一个平台段 那所以说它是个常数段 所以它也叫做等普加速度段这样 那第三段的话它是跟这个周期啊成一个反比地减的那个段这样 然后第四段的话它就是一个下限段这样 然后这个整个设计反应符呢 事实上是有两个参数啊就可以做决定这样 然后呢一个是sds 然后呢一个是sd1这样 那这个sds的话就是短周期的普加速度系数 那这个sd1的话就是长周期的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sd1 divided by sds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t0d了 那这个t0d的话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t0d的话就是短周期跟这个中长周期的分界这样 那从这个分界呢我们就叫说小于 如果结构的基本阵动周期小于t0d的话 那我们就视为说这个结构是一个短周期的结构 那如果这个结构呢的阵动周期 基本阵动周期大于这个t0d的话 那我们就视为啊这个中长周期的分界这样 那这个短周期段的话 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等普加速度段这样 然后这个中长周期段的话 它也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等普速度段这样 这个横周这个t 它是用这个它的单位呢是s 然后中轴这个sad呢它是没有单位的 那就是说它是这个重力加速度这个倍率这样子 然后呢结构的那个阻力比呢 我们是用5个percent当一个基准这样 然后这个表呢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2-5a 这个表2-5a就可以找得到这样子 好那我们说啊这个反应谱呢 设计反应谱呢 设计反应谱有两个参数 就是sds跟这个sd1这样 那这个sds呢跟它是坐落在哪里 那就是ssd 跟它跟断层的那个距离就是nad 还有它跟这个公子的那个放大系数 它是属于哪一种地盘 那我们把这三个数字乘起来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sds 那这个sd1也是一样 那跟它是坐落在哪个正区 那我们就有s1d了 然后这个公子跟断层的距离 那我们从这个距离呢 就可以找到这个近断层的那个调整因子nvd 然后呢再来这个公子 那属于哪一种地盘 是第一类第二类还是第三类 就是说是个坚实地盘 普通地盘 还是个软弱地盘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fvd这样 那我们就从这个sds跟这个sd1 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设计反应谱 能够把它表示出来这样子 那横轴呢就是周期 结构的基本程度周期 那中轴的话就是这个普加速度系数这样 或者叫做设计普加速度系数 好 刚刚讲到呢 是这个结构的那个阻离比是5% 那我就说我们用5% 当时候是个基准这样 那如果说它不是5% 那不是5%呢 我们就知道说结构的阻离比 结构的阻离比知道说我们可以查表 查规范的表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bs 那bs的话就是结构是短周期的时候 它的阻离修正系数 还有它的b1 就是结构如果是长周期的时候 它的那个阻离系数这样 那当然这个长周期跟短周期怎么去分野呢 那我们就说这个就从这个t0d 那现在呢有个括号d这样 那这个t0d的话跟原来的t0d有点点不一样 原来的d呢是没有括号 那它就是sd1除上sds 那因为现在sd1呢 已经用b1来做一个修正这样 所以我们这边呢可以把它看成了这个 修正过之后的sd1呢 就是等于原来的sd1 divide by b1 然后再来我们本来是除sds的 那现在呢 修正过之后的sds呢 那我们就用原来的sds啊 除以这个bs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t0d了这样 那这个t0d呢 事实上是比较general的 那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结构是5个percent的话 的阻离比的话 这个bs等于1 b1也等于1 那就是说t0括号d呢 就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t0d 就是不变了 跟我们原来t0d是一样这样 好 那我们之前呢找到sds 我们也可以找到sd1 那就是说跟它坐落在哪里 还有跟断层的距离 还有哪一类地盘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sds跟sd1找到 所以这个sds跟sd1是知道的 只要我们知道它坐落在哪里 跟断层的距离 哪一类地盘这样 再来的话我们从这个结构的阻离比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bs跟b1 就可以查表啊 知道说它这个短周期的阻离修正系数 还有长周期的阻离系数 所以这个t0d呢就可以知道了 要特别注意啊 这个t0d呢 这个d是有个括号的 那就是说它跟原来的t0d呢 很可能不一样 那什么时候一样呢 除非我们的bs跟b1呢 就是短周期的阻离修正系数 跟长周期的阻离修正系数 是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t0括号d 跟原来的t0d呢就会是一样这样 经过这个阻离修正之后啊 这个sad啊 依然是分成四段 然后第一段的话 我们会看到说 这个它是跟这个t呢 成一个线性的关系这样 所以呢 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当这个t等于0的时候呢 这个它就是0.4sds了 当这个t呢 等于0.2t0d的时候呢 这个t0d这个d呢是有括号的 那么接下来就不见了 那剩下的话就是sds除上这个bs这样 所以这个d段的话就是个直线的上升段 从0.4倍的sds一直上升到sds divided by bs这样 好 第二段 那第二段呢 是当这个结构的基本阵动周期啊 介于0.2倍的那个t0d 到这个t0括号d之间这样 然后呢它是个常数段 那就是sds divided by bs这样 所以我们这一段呢也是有两个名称 一个名称的话它就是个短周期段 另外一个段呢 因为它是个普加速度是个常数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叫做普加速度段这样 等普加速度段这样 然后第三段 好 第三段 那第三段的话这个基本阵动周期呢 是从这个t0括号d 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括号d这样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呢 它是跟这个t也成个反比的关系这样 所以呢它是一个反比的d减段 这样 那它就是sd1除上b1 再除上t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段的话 因为它是跟基本阵动周期成个反比的关系 所以这一段呢也有两个名称 一个名称的话它就是一个中长周期段 那另外一个名称呢 它是等普速度的 所以它是有两个名称这样 那第三段呢 当这个基本阵动周期啊 大于或等于2.5倍的那个t0括号d 那么它就是个下限段 那就是等于0.4sds除上bs这样 它就是一个下限段这样子 好那各位呢可以check一下说 当这个t等于0.2t0d的时候 它是不是连续性的这样 就说我们可以用直线上升段 找到这个值 也可以用这个平台段找到这个值 然后呢如果这两个值是一样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sad呢是个连续的 同样的在当这个基本阵动周期t0 t等于t0d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可以用两个段啊 两个方程式来算出这个值这样 然后一个的话是等普速度 普加速度段 然后一个的话是等普速度段这样 那两个值算出来的话应该是相同的 因为这个sad呢是具有连续性的这样 那同样的当这个t等于2.5倍的那个t0d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反比的递减段算 也可以用个下限段算 那算出来呢它们应该是一样 那么才能够代表说这个sad啊 这个设计普加速度啊 它是一个连续的函数这样 那这个方程式呢在我们的耐向设计规范啊 3-2表那里面可以找得到这样 好跟着我们用图形来表示这样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公子坐落在哪里 所以呢我们知道它的正区了 我们知道这个公子 我们就知道说它跟近段程的关系了 跟近段程的距离了 那我们知道说它这个地盘分类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公子放大西数了 所以这个sds跟sd1是可以找得到的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现在知道结构的主力比了 看它是5个%还是3个%还是4个% 还是6个%7个%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个结构的主力比呢 这个bs跟这个b1就找到了 那这个bs跟b1找到之后呢 我现在这个t0d 那这个d呢是有括号的那个d这样 那就是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那个分界这样 就可以找得到了 那找得到了我就可以把这个 它的那个设计反应符啊 分成这个4段这样 一段的话就从0到这个0.2t0d这样 那就是说我这个直线的上升呢 是从0.4倍的sds上升到sds divided by bs这样 然后第二段呢是0.2t0d到这个t0d这样 然后它就是个平台段 那就是说也可以是挡谱加速度段 也或许说它是短周期段这样 那么它的值呢就是sds divided by bs这样 那第三段呢是从t0d到2.5倍的那个t0d 那这个d呢是有括号的 那么它是等于sd1 divided by b1t 所以呢它是跟这个 基本阵容周期啊成个反比的关系这样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 反比的递减段 然后它有两个名称 一个名称的话它是中长周期段 另外一个名称的话它是等普速度段这样 那第四段的话 然后当这个结构基本阵容周期啊 大于2.5倍的那个t0d 那么它就有个下限端 那这个下限的话就是0.4倍的sds divided by bs这样 那我们会看到啊 当这个t等于0的时候 然后呢这个普加速度呢 是0.4倍的sds 那就是说它不会因为啊 这个阵容周期的多寡 而影响到它的等效的基本 等效的那个地表加速度这样 那因为这个等效的地表加速度呢 不会因为啊 这个阵容周期的大小而易的这样 所以当这个t等于0的时候 这个结构非常刚硬 结构的那个加速度 就是地表的加速度 那么它的那个普加速度 就是等于地表的最大家速度 那么这个0.4sds呢 是不会因为阻尼比啊 不会做任何的那个调整这样 然后在这个短周期段的话 那我们会看到说 它的那个普加速度呢 用bs分之1做一个调整这样 那当这个在中长周期段的话 它这个普加速度呢 用b1分之1做个调整这样 那如果说阻尼比越大 这个bs跟这个b1呢 就会大于1 所以当这个阻尼比大于5%的时候呢 这个bs跟b1呢 就大于1 那么这个bs分之1跟b1分之1 它的导数的话 那就会小1 那就是说这个普加速度就降低了这样 当这个阻尼比啊 这个小于5% 那这个bs跟这个b1呢 就会小1 那它的导数就大于 那这个反应谱呢 就会放大了 好 那我们看完这个D类 第二类 第三类地盘 那我们就先 再看看这个台北盘的地盘 第一个的话 我们还是以这个5% 当作基准 来看看啊 它的那个设计水平加速度 反应谱系数 SAD 这样 一样 我们看到这边呢 它也是碰成四段 直线上升 平台 反比地减 还有这个下限段 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设计反应谱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只要照两个参数就好了 然后一个是sds 那另一个是t0d 那这个sds跟这个t0d 只要说我们知道台北这个公子啊 坐落的那个台北的那个形象区 那我们这个查这个规范 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在台北一区 地震区的台北一区 还是台北二区 还是台北三区这样 那我们只要知道说它是台北一区二区还是三区 那这个sds跟这个t0d呢 就能够决定这样 那当这个sds跟这个t0d决定了之后 那我们整个设计反应谱啊 这个台北盆地的那个设计反应谱啊 就可以确定了 那就是说这四段都能够把它确定下来 那这个方程式呢 在我们这个耐震设计规范的2-7a表 里面呢就可以找到 好 那我们现在用个图形来表示 那就是说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公子 坐落在哪个行政区 那我们就知道说它的正区了 它的正区究竟是台北一区啊 二区啊还是三区这样 那知道它的正区 那我们这个sds就知道了 t0d就知道了 那当我这个t0d知道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整个设计性反应谱啊 分成四段这样 那第一段的话这个t 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从0到这个0.2倍的那个t0d 它是一个直线上升段这样 那就是从0.4倍的sds 上升到sds这样 那第二段的话是 当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介于0.2倍的那个t0d到这个t0d之间 那这一段的话它这个是个平台段 那就是说它就有两个名称 第一个的话是等普加速度段 然后另一个名称的话它就是短周期段这样 那第三段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t0d到这个2.5倍这个t0d之间这样 然后呢它的那个普加速度系数啊 是从这个sds t0d divided by t 所以呢它跟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成一个反比的关系这样 然后第四段的话 就是当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大于2.5倍的那个t0d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下限段 那就是0.4倍的sds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会看到说 第一段它是跟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成一个线性的关系这样 第二段的话它是一个常数 第三段的话它跟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成一个反比的关系这样 然后第四段呢它是一个下限段这样 那这个在我们的耐震设计规范表2-7a里面 就可以找得到这样 好那刚刚呢是看完说 诶如果这个阻力比啊是5%这样 那如果现在这个阻力比不一样 那不一样呢很可能它会比5%低 还是说因为我们装了一些消能器的时候 它比5%高这样 那所以说我们对啊 这个台北本地的那个设计反应谱啊 主要做一些修正 主要是要修正 那我们这个修正呢是用两个修正系数这样 一个是bs是对于短周期的 又是b1对于结构是长周期的一个修正系数这样 那修正完之后呢 那我们会看到说这个t0d就做一个改变了 就是说我们把原来的这个t0d乘上一个bs 再divide by b1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t0括号d 那这个t0括号d呢就是说经过主尼比修正之后 它这个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一个分界 就是t0括号d呀 那我们就得到这个t0括号d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设计反应谱啊 一样分成这个四段这样 第一段的话这个t是小于等于0.2t0d的 那么我们会看到说它跟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成一个线性的关系这样 当这个基本震动周期是0 所以接向不见了 所以呢它就是0.4倍的sds 当这个基本震动周期是0.2t0d 那么接向不见了 这边就抵消掉了 那么呢它就会相当于是sds divided by bs这样 所以这一段呢相当于说我们是从0.4倍的sds 一直上升到sds divided by bs这样 那我们再看第二段 那第二段的话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呢 是介于0.2倍的t0d到这个t0d之间这样 然后呢它就是一个平台段 那就是sds divided by bs这样 那第三段的话 当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是介于这个t0d到这个2.5倍的那个t0d 那么我们会看到呢 它是跟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啊 成个反比的关系 所以它是个反比的那个d减段这样 所以呢它是等于sds乘上这个t0d divide by bs t 然后第四段的话 那么当这个基本震动周期大于2.5倍的那个t0d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sad这个设计反应谱细数 就会等于0.4倍的sds divided by bs 那这个公司呢 我们在这个耐震设计规范里面的表3至3啊 可以找得到 好那跟着我们用图形来表示 用图形来表示这样 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结构坐落在哪里 我们就知道它的行政区 那从它的这个行政区呢 那我们就可以查表 知道说它这个正区的分类 那究竟是台北一区啊 二区啊还是三区这样 那从它这个正区的那个分类 那我们也可以查表啊 知道这个对应的sds跟这个t0d这样 那再来的话 我们要知道结构的阻理比 那我们知道结构的阻理比呢 那我们就知道它的阻理修正系数 bx跟这个b1了 我们有了t0d 有了bx 有了b1 那我们就知道修正之后的t0括号d了 那修正之后的那个t0括号d呢 就等于原来的t0d times bx divided by b1 那我们就可以把修正之后的t0括号d找到这样 那就说如果阻理比不是5个percent的话 它这个短周期跟这个中长周期的那个分界 t0括号d啊 未必会等于5个percent的那个t0d这样 未必会相同这样 好那从这个找到这个t0括号d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设计反应符啊 分成这个四段这样 然后第一段的话是从这个基本增速周期0 到这个0.2倍的t0括号d这样 那我们看到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这样 那就是说从0.4倍的sds 一直上升到sds divided by bs这样 那我们再看第二段哦 第二段它是个平台段 那就是sds divided by bs 然后第三段的话 它是一个反比的那个地减段 那就是sds乘上t0括号d divided by bst这样 然后第四段的话 它就是个下限段 就是等于0.4倍的sds divided by bs 第一个我们来看这个 当它是个短周期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说它的普加速度呢 做个修正 怎么做一个修正呢 它就把原来的那个普加速度系数 divide by bs 用这个系数啊 主力修正系数啊 短周期的主力修正系数啊 来做个修正这样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中长周期段这样 原来呢 这是sds乘上t0d divided by t这样 那现在呢 就用bs来做个修正这样 那我就说我们用sds 乘上这个t0括号d divide by bst这样 然后第四段的话 它原来呢 是0.4倍的sds 那经过修正之后呢 那就是0.4倍的sds divide by bs这样 那当这个周期是0的时候呢 那就是相当于啊 等效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那这个等效的最大地表加速度啊 不会因为这个主力比的大小而改变 所以这个不管主力比多大多小 它这个EPA等效的最大地表加速度 都是这个0.4倍的sds这样 然后再来我们从这个图形来看的话 当这个0.2t0d的时候 当这个基本正中周期啊 等于0.2倍的t0括号d的时候 不管我们是从直线上升段 或从这个平台段来看 它都是得到同样的那个值 那代表说这个设计反应谱啊 对于这个基本正中周期来讲 它是个连续的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 当这个基本正中周期啊 t等于这个t0括号d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从平台段框 或者说是等普加速度来看 或许说我们可以从这个 反比地减段来看这样 那不管我们是用哪个公式来看 那么它这个数值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代表这个设计反应谱 是个连续的 再来我们再看这个 当这个基本正中周期啊 等于2.5倍的t0括号d的时候 那这个数字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等比 这个反比地减段来算 也可以从这个下限段来看 那算出来的数字是一样的 那就是代表它这个整个是连续的 好那我们呢 之前的那个头影片呢 已经看到这个设计的反应谱 那跟着的话我们要 找这个最大考量反应谱 那因为设计反应谱呢 对应呢 就是设计基准地震 那设计基准地震的话 它就是475年回归期的地震 或许说在50年内啊 超越这种地震的几率呢 是10%这样 那跟着的话 我们要考虑最大考量反应谱 那最大考量反应谱呢 对应的话就是最大考量地震 那就是说它的回归期呢 是2475年的回归期 或许说在50年之内 超越这种地震的那个几率呢 是2%这样 那我们会看说 这个设计反应谱呢 当然它就是基本正中周期t的一个行动 这样 然后这个反应谱里面啊 事实上是有两个参数啊 就能够把这个反应谱啊 这个能够完全这个叙数这样 然后呢 一个是SMS 然后一个SM1这样 那不管是SMS也好 SM1也好 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这个公子做到在哪里 那就是要它的那个正区了 那从这个正区呢 我们就可以把SSM 跟这个S1M找到这样 再来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公子跟这个断层的一个距离这样 那只要说 我们知道说跟哪一条断层 距离多远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些近断层的因子 NAM还有NVM这样 那再来我们从这个公子的一个地盘的分类 坚实地盘 普通地盘 还是软弱地盘 那我们这个查表呢 就可以找到这个公子的放大系数 FAM还有FVM这样 那我们有了这两个参数 SMS跟这个SM1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T0M 那这个T0M就是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分界 它说等于SM1 divided by SMS 那有了这个T0M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设计反应谱 最大考量的设计反应谱 分成这个四段 那一段的话就是从0 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从0到0.2倍的那个T0M 那我们发现说 它是跟那个基本震动周期 可能成个线性的关系 那这个线性的关系呢 就让这个最大反应谱 从这个0.4倍的SMS上升到SMS 然后第二段的话 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介于0.2倍的那个T0M 到这个T0M之间这样 然后它是个平台段 那这一段的话 我们可以说它是个短周期段 那也可以说它是个等谱加速度段 然后这个SAM 这个最大考量反应谱 就等于SMS这样 第三段的话 当这个结构基本震动周期 是介于这个T0M 到2.5倍的T0M这样 那我们可以说它这个 是一个中长周期段这样 在这个中长周期段的话 这个普加速度系数 就等于SMS SM1 divided by T 那就说它跟这个基本震动周期 成一个反比D减的一个关系这样 然后第四段的话 就是当这个结构基本震动周期T 大于2.5倍的T0M的时候 它就是个下限段 那就是0.4倍的SMS这样 然后这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在耐性设计规范的2-5B 这个表可以找得到这样 那我们在这边说明一下说 这个基本震动周期这个T 它的单位就是秒 然后它普加速度系数 它这个单位就是没有单位 或者说它可以把它看成是多少重力加速度的倍率 跟这个重力加速度的一个倍率的关系这样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个阻尼比 用它的基准的那个阻尼比 定段层的距离 还有D盘的分类 那我们就把这个SMS SM1找到 那有了SMS SM1 我们把这个转角的那个周期 就是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分界可以找到 那就等于SM1 divided by SMS 那跟着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最大考量反应波 分成这个四段 以它的那个基本上的周期分成这个四段 这样 第一段的话就是0到0.2这个T0M 那就是这个直线上升段 那是从0.4倍的SMS 上升到这个SMS 那当它介于这个0.2T0M到这个T0M之间的话 它是个平台段 那就是一个这个等普加速度段 那它的普加速度系数呢 就是SMS 那当这个基本上的周期 介于这个T0M到2.5倍的那个T0M的话 它是跟这个周期 成一个反比这个D减段 那就是SM1 divided by T 那我们也可以说它这是等普速度段 然后第四段的话 就是当这个基本上的周期 其实它是2.5倍的T0M 那么它这个下限段 就等于0.4倍的SMS 那我们刚说的都是以这个5个%的那个周期比 当作是个基准 因为真实的结构 它很可能是跟它的阻力比 未必刚好是5% 有可能是高于5% 比如说我们加了阻力比 有可能是低5% 比如说我们不是钢纤混凝土 我们是个钢构 它阻力比就会小于5%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修正 那修正一样 我们有这个MS这个参数 有SM1的这个参数 有SM1跟SM1这个参数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有这个阻力比的大小 那阻力比的大小 我们就可以找到 这个阻力比的那个修正系数 BS还有这个B1 那这个BS是代表这个短周期的 然后B1是代表这个长周期 那我们就回到SM1 有了SM1 我们又有BS 也有B1 那我们把这个SM1 times BS Divided by SMS B1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当这个阻力比经过修正之后 就是说我们依据这个阻力比 修正那个设计反应谱的时候 它的那个中长周期跟短周期的那个分界呢 就要做一个修正 那就得到一个T0括号M这样 那这个T0括号M呢 未必等于原来的那个T0M 什么时候会等于呢 除非说我们这个BS跟B1等于1 那当这个BS跟B1相同的时候 就会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这个BS跟B1等于1 那就回到5个%了 另外一个情况 这个BS跟B1不等于1 但是它们相同 那么这个T0括号M呢 就会等于原来的那个T0M这样 那我们从这个方程式里面看得到啊 第一段是个直线上升段 那就是说从0.4倍的SDS 上升到SMS divided by BS 那我再说一次 那就是说从0.4倍的SMS 上升到SMS divided by BS 然后第二段的话 就是一个平台段 那就是说我们的SMS呢 原来是SMS 那现在呢 以这个BS来做个修正这样子 然后第三段的话 原来是SM1 divided by T 那现在呢 也用个B1来做个修正这样子 然后第四段的话 原来是0.4倍的SMS 那现在呢 也把它Divide by BS 用BS再做一个修正这样子 好 那跟着我们这个看这个图了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这个SMS 就同它坐落在哪里 跟断场的距离 还有公时的放大系数 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参数找到 SMS跟SM1 从这个结构的阻尼比的多挂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阻尼修正系数 BS跟这个B1找到 那这些找到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T0M T0括号M 那这个T0括号M 就是说经过这个阻尼修正之后 那我们呢 怎么去分野这个短周期 还有中长周期 它的那个分解这样子 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个图了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最大考量反应符呢 一样分成四段这样 那第一段的话 是介于0到0.2T0M 那我们在这边会看到呢 它是从0.4倍的SMS 上升到SMS Divided by BS这样 第二段的话 是从0.2T0M 到这个T0M之间 我们会看到它是个平台段 那就是说它是个挡普加速度段 然后它这个普加速度系数呢 已经从原来的SMS 变成SMS Divided by BS 就已经由BS 来做个修正这样 第三段的话 它就是跟这个基本论度周期 成一个反比地减段这样 那如果说原来是SM1 Divided by T 那现在呢 多了一个B1 做个修正这样 然后第四段的话 原来是0.4倍的SMS 那现在的话是0.4倍的SMS Divided by BS 那就是说我们用BS 来做这个第四段的一个分野这样子 做一个修正这样 好 那我们刚刚呢 是考虑到最大考量地价 那也用了第一类地盘 第二类第三类地盘 第一第二第三类地盘 然后做一个如果阻力比不是5%的时候 做一个怎么一个修正量 那跟着我们就要看这个台北盆地 台北盆地 那台北盆地的那个最大考量设计反应谱呢 它也是两个参数 就是SMS跟这个T0M 那这个SMS跟这个T0M 只要说我们知道说这个公子坐落的那个行政区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的那个正区了 就算是台北一区 还是台北二区 还是台北三区 那我们知道它的正区之后呢 我们查表呢 就可以得到SMS跟这个T0M 那我们有了这个T0M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最大考量反应谱谱 放成这个四段这样 然后第一段呢 是这个直线上升段 因为我们这边看到了 它跟这个T0M成一个线性的关系这样 那我们就知道说 它是从0.4倍的SMS上升到SMS这样 那第二段的话 它是个平台段 那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档加速度段 或者档普加速度段这样 那么它就是一个SMS这样 那第三段的话 就是跟这个基本震动周期成个反比的关系这样 那就是SMS乘上这个T0M divide by T这样 那第四段的话 就是个下限段 那它的那个最大考量反应谱呢 就是0.4倍的SMS 那我们这个equation 这个方程式呢 在我们的耐障设计规范啊 这个2-7B这个表啊 可以找得到这样 那我们这个阻力比呢 是用5个%当个基准 那我们这个周期呢 它的单位呢是秒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反应谱呢 它的单位呢 是多少倍率的那个G 多少倍的那个重率加速度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了SAM啊 是没有单位这样 好 那跟着我们用图形表示这样 我们说 我们只要它知道说 这个公子的那个形象区 我们查表就知道它的正区 是台北一区 二区 还是三区 那我们同它的正区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SMS 跟这个T0M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最大考量反应谱啊 分成这个四段这样 第一段的话 就是直线上升 就从0.4的SMS 上升到SMS 第二段呢 它是个平台段 或者说叫档普加速度段 然后它的数值呢 就是SMS 它的最大考量反应谱呢 就是SMS 然后第三段呢 它是跟这个基本正中周期 呈个反比的那个关系 然后呢 它就是SMS 乘上这个T0M Divide by T这样子 然后第四段呢 它是个下限段 它的普加速度系数呢 就是0.4倍的SMS 好 刚刚说的是 阻力比呢 是5个percent 那我们用5个percent 当个基准这样 那如果阻力比不是5个percent 那我们就要做个修正 那我们这个修正呢 就用BS跟这个B1 那这个BS呢 就是给这个结构 是个短周期 作为它的阻力修正系数 B1的话是当结构是个长周期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阻力修正系数这样 那我们已经知道 因为呢 我们知道公子座楼在哪里 它的那个正区 那我们就已经知道SMS 跟这个T0M这样 那如果阻力比不是5个percent 那我们的那个T0M就做了一个修正了 那修正之后的那个T0M 我们叫T0括号M这样 那就是它就等于原来的那个T0M timesBS divided by B1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这个结构的阻力比是5个percent的时候 BS跟这个B1就等于1了 那等于1的话 这个相当于说 我这个分界的那个周期 并没有改变 那就是说我这个T0括号M 还是等于原来这个T0M这样 这是起义 那另外一个的话 如果这个BS跟这个B1不等于1 但是它们两个相同 那这个相同的话 这个BS等于B1它们会消掉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经过修正 经过阻力修正之后的 这个短周期跟中长周期的分界 或转角周期的话 它是不变的 经过修正之后 等于没修正的时候 好一样 那我们呢就是把这个最大考量的反应谱呢 也是分成四段 那现在呢已经经过这个阻力的那个修正了这样 然后第一段的话是从0到0.2倍的T0括号M这样 那我们会看到了它是跟这个T0成个线性关系这样 那就是说它从0.4倍的SMS一直上升到SMS divided by BS 然后第二段的话它就是个平台段那就是SMS divided by BS 那如果是这个阻力比是5%的话它就是SMS 那相当于说我们现在用BS来做个修正这样 那第三段的话它是跟这个基本正中周期啊成个反比的那个地减段这样 那我们就等于SMS times T0括号M divided by BST这样 那我们会看到好像这个部分跟这个B1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这样 那各位不要忘记啊这个T0括号M就跟这个B1有关系这样 所以呢它跟B1的关系呢是一个间接的关系这样 然后第四段呢它是个下限段 那就是说我们从原来的SMS 0.4倍的SMS 改变成或修正成这个0.4倍的SMS divided by BS 好那跟着我们用图形来表示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知道它这个公尺的那个行政区 那我们可以查表知道它的正区 那从它的正区呢我就可以知道SMS跟这个T0M 那我们有了SMS有这个T0M 那我们再知道说结构的那个阻力比 那我们这个查表知道它的那个阻力 阻力修正系数BS跟这个B1 那我们就知道T0M 知道阻力修正系数BS跟这个B1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T0括号M 那这个T0括号M啊就是说经过阻力修正之后 那这个它的那个转角周期 转角周期用来分解短周期跟这个中长周期这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最大考量的反应谱 就是台北盆地的最大考量反应谱 这个分成这个四段这样 然后第一段的话是从这个0到这个0.2倍的那个T0括号M 那我们看得出来它是个直线的那个上升段 那就是从0.4倍的SMS上升到SMS divided by BS 第二段的话是从0.2倍的那个T0M增加到T0M 然后这个是个平台段 那这个平台呢就是SMS divided by BS 那就是说原来是SMS的 那我们呢把它除以这个BS 然后做一个修正这样子 那第三段呢是从这个T0M到2.5倍的那个T0M这样子 那就是说原来呢是这个SMS乘以这个T0M divided by T这样子 那现在呢是变成是SMS乘上T0M 那我这边呢是少了一个BS除以BS除以T这样子 那我们会变成做一个修正这样 我们用这个BS啊做个修正这样子 那第四段的话原来是0.4倍的SMS 那现在呢修正之后呢 就是0.4倍的SMS divided by BS这样子 那我们整个图形就可以出来这样子 那在这边也是一样要注意啊 当这个T等于0 T等于0呢相当于说这个结构非常非常刚硬 那就是说结构的那个反应呢 跟这个地表一起运动这样子 那说结构的那个普加速度相当于最大地表加速度 所以当这个T等于0呢 它这个普加速度是不做任何的修正的 那就是说跟阻尼比的大小多寡不惯这样 那就是说它依然保持是0.4倍的SMS这样 然后在这个平台段的时候或短周期段的时候 那我们就用BS再做个修正这样 当这个是中场周期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不出来说它有个B1 事实上这个B1呢 是隐含在这个T0M里面这样 事实上它也是用B1做个修正这样 然后在这个下限段的话 那是用BS做一个修正这样 那我们这门课呢 用到那个参考文献呢 包括是结构学的 工程数学的 钢筋粉凌土学的 那当然还有包括护轮率的这样 那再来我们的参考文献呢 包括是两本规范 一个是建筑物耐震设计规范 然后一个是粉凌土结构的那个设计规范这样 然后这个是在内政部的营键署啊 那个网站就可以免费下载 还有两本书 那两本书呢 就是粉凌土工程设计规范的应用 那就是土布404100的那个上册跟下册这样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 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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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